然后上任直播的时候唱《宝宴来》之后 有没有想过往民歌方向发展 实不相瞒就是在出道之前 就是想过往民歌方向发展 什么一颗呀小白羊 为了谁 特别棒是吧 那个写民歌的老师们可以注意一下 周深唱过很多歌 但这些歌他一开口就让听众沉醉其中 你绝对想不到周深与民歌到底有多适配 枯燥庄严的春晚神曲到了他嘴里 立马变得比流星歌还受欢迎 播放量还一首比一首高 是连非凡都会忍不住驻足聆听的程度 五首歌带你认识这个在民歌领域 也依旧发光发热的周深 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录制于1984年算是每个中国人铭记于心的系列歌曲 而周深演唱的这个版本虽然轻缓灵动 但听的时候依旧难掩激动的心情 最后一个绝美高音更是秒杀般的存在 让人忍不住感叹还得是周深啊 歌曲《红湖水浪打浪》 是最早中国厄中南地区的一首民歌 1985年正式改编创作完成 连周恩来总理都称赞过《红湖水浪打浪》 是一首难得的革命抒情歌曲 歌词很短却句句不识 面对周深的认真演唱 闭着眼睛听 还以为是哪个有名的女高音在唱呢 《红湖水浪打浪》 歌曲《菩薩水浪打浪》 《红湖水浪打浪水浪打浪》 全新演绎 将流行与民族完美结合 周深独一无二的声线 与孩子们稚嫩而清澈的同声 合唱搭配起来 让人耳目一新 太好听了 情花丢了还会有吗 情意丢了不再来 歌曲《好花红》 源于毛家院乡婚言寨 由当地不一族民众 集体创作了这首歌 一百年来 这首歌在不一族山寨世代流传 久唱不衰 这次被周深重新演唱 全新改编 听的人心情开阔 仿佛身处百花丛中 别的什么都不用想了 只关注哪一朵花更红就行了 歌曲《南西浩子》好美妙 是重庆市浅江区地方传统音乐 是国家废物质文化遗战之一 他的雏形是土家族农民在劳动中 解乏古近的劳动浩子和山歌浩子 被改编成歌曲之后 由周深演唱 他别出心裁地将民歌与美声 进行了巧妙融合 圆润又丝滑的高音 听的人流连忘返 想在民众间传唱 怕是不太可能了 我好想到你能不能把这档石给你 Zither Harp 一个人能掌握几种语言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如果能用很多种语言歌唱 并且每次都唱得很好听不识水准 这就不是一般的难了 然而这一切对于歌手周深来说 或许就是努力的象征 天赖般的嗓音入耳入心 让人越听越上瘾 最后你觉得传承民歌的任务 是不是能直接交给周深了呢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有我可爱的家乡 桃花清醒 在明镜的水面 好树倒婴在欢乐的水面 好想 生我养我的地方 无论你在哪里放手站杠 我愿住手在你阴心的故乡 好树倒婴 好树倒婴 中文字幕操级 文字幕《未经许之》 中文字幕《未经许之》 好